手指头资料全都录 民修爆料指出 海外有一套付费的资料查询系统 专门贩售台湾的不动产个资 运作了两年多 目前已经有超过4500名的会员 加入之后一天可以查6笔不动产 以月费1000到1300来计算 系统每月赚进500万的暴利 房仲业也很讶异 他如果被不肖的业者 甚至诈骗集团的利用 恐怕要影响的不只是 刚刚提到的这个房仲的竞争而已 那他可能会造成资料的窃取 这套系统被视为 个资泄漏中级版 到底有多厉害 用过的人举例 只要查询高雄豪宅人文首席 立刻跳出前总统 陈水扁的深日电话户籍地 昔日的工作地 同户籍的人包括了 吴淑珍和子女的资料 通通跳出来 就连前扁办发言人 吴秋莲的电话户籍都有 查询到的第几堂本资料 加上过去非法累积 所取得的这些个人资料 系统都放在海外的云端 付费网站卖个资 已经违反了个资法 最高可处两年以下徒刑 拘役或病科20万以下罚金 意图盈利者加重刑责 可处五年以下徒刑 100万以下罚金 目前调查局已经立案侦办 但是资安人员认为 系统设在海外云端 要追查恐怕有一定的难度 记者文玉萍宋香 林黄义俊 于盛琴台北报道 要追查恐怕有一定的难度 感谢观看